好 各位觀眾 中台海葵直撲台灣而來 氣象粉專提醒 海葵颱風頗具規模 而今年來 台灣四處大量鋪設太陽冷板 恐怕得接受海葵的極大考驗 氣象粉專發文表示 這幾年太陽冷板大量鋪設 沒經過颱風高強度很少的壓力測試 如果家裡屋頂有裝的 或是農地 漁溫 山坡地有裝的 最好檢查一下 準備一下相關防護 粉專也提醒 颱風出海的位置很關鍵 因為台灣地形複雜又很特殊 當缺乏導引氣流 慢速移動時 不同的位置可能會有不同變化 風雨規模和持續性差異會很大 根據氣象局資料 先前颱風中心登陸的颱風 要回溯到2019年8月的青台白路 如今中台海葵恐怕成為 四年來首登陸的颱風 民眾還需要小心謹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